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新竹北大陆 有一家早午餐店 奢华的食材令人惊艳 超人气的帝王蟹卤肉饭 选用一斤重的生冻帝王蟹 店家不仅下了正本 而且很细心 把蟹肉取出来方便食用 鲜甜弹牙的蟹肉 搭配满满的鲜虾 都快让人忽略 原来底下还有咸香下饭的卤肉饭 另外这道九宫阁面线 清面线搭配九种小菜一起品尝 不仅吃起来很有饱足感 吃法更特别 整个超惊艳的啊 因为根本不会有人 卤肉饭这么奢华 而且还放了龙虾 然后或是最新的是有地王线 超澎湃的美味早午餐 就是这碗百鹿虾子 鲜柯和野生龙虾的 霸气龙虾卤肉饭 还有摆了八只大虾 和一整只地王蟹的 超奢华地王蟹卤肉饭 用料豪迈 瀰漫着满满鲜味 令人看了食指大动 是因为它的用料真的很丰富 里面有海鲜啊 有鹅啊 有虾子啊 还有干贝 我就觉得哇 这真的是一个很丰盛的早午餐 令海鲜控为之疯狂的痛风早午餐 味道让抛客蠢蠢欲动 美味的背后有老板石伯源追求好味道的热忱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挑选是生动的地王蟹 工具大概八九百块 我的首要是挑品质 品质好 价格是再来算 生动地王蟹虽然比熟冻贵两成 但食伯源很坚持 选用好的食材料理 我的厂商都会说东西很贵 我说没关系 一分钱一分货 客人他吃到 其实他是会回馈的 不惜成本想让客人吃得好 是从小在小吃店长大的食伯源 爸妈灌输给他的观念 就像家常的卤肉酱汁 一定要选用猪后腿肉制作 虽然成本高 但口感才会好 我们是切肉条 是肉丝的方式 不是像一般我们吃到的卤肉丁 或者是绞肉或肉燥的方式 这样呈现 为了让帝王蟹卤肉饭 看来鲜美诱人 使伯源更在摆盘上暗藏巧思 我们为什么用八字虾 这代表它的熬 因为我把它熬已经取消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用白虾的方式去料理 然后把它放在两边 来去代替它的脚 我们在处理帝王蟹的时候 我们把壳留下 让它其实有一种 整整在吃帝王蟹的感觉 令海星控 蠢蠢欲动的浮夸系帝王蟹卤肉饭 老板用料毫不手软 摆上鲜蝦帝王蟹 散发迷人鲜味 清蒸后的肥美大草虾 紧实脆嫩 还保有肉汁 帝王蟹肉细致弹嫩 味道浓郁令人回味 搭配含有胶质的卤肉饭 吃来咸香黏嘴超级下饭 它帝王蟹里面有 它整个老板就很贴心 整个帮你取壳 然后就整个很鲜甜鲜美 然后吃起来就是 整个就是很景艳的感觉 对 会让人想要一来再来 一上桌就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痛风早午餐 还有这碗买入野生龙虾 鲜蚵和鲜虾的龙虾乳肉饭 肥美的龙虾肉 弹嫩饱满 一入口肉汁在嘴里化开 甜度相当高 鲜美的虾膏 先来油润淡香味十足 细细品尝能感受到满满的海味 它的龙虾视觉感 就会觉得整个碗 就是占得很大一只龙虾 这个看起来真的不超熟 CP值很高 在新竹我没有看过这样子 就是CP值这么高的店家 令人吃了胃浓尽兴的 痛风早午餐 味道鲜美 背后其实蕴含石博园 转换人生跑道的决心 一开始是做那个摄影师 因为摄影这行业就是 其实讲白点 就有一餐没一餐嘛 那时候自己的调感 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 所以就想说 那是不是在转变的 另外一个行业试看看 于是他想起在台东老家 开少吃店的家人 向爸妈学习卤肉饭 和大肠面线的手艺 那时候就会想说拼看看 继续再拼看看的那种概念 就是反正就是 怎么拼就是最后一条路 就是放手一搏 然后努力去拼 石博园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 他走出摄影棚开小吃店 起初还没摸到门路 生意自然不尽理想 其实最早期 我们那样人做面线的时候 其实就可能一锅还卖不好 对就是因为就是 大家不知道你这个品牌 一开始卖的是古早味面线 味道传统根本吸引不了人 于是他运用摄影美学 替面线改头换面 这道有九样配料的 面线九宫格 摆入糖心蛋 角白笋 地瓜 炸苦瓜 巧克力饼干 卤豆腐 面卤馒头 叉烧肉和酥炸小汤圆 滋味丰盛 令人跃跃欲试 它叉烧那个肉 整个就是肉的口感超好 就是有肉的嚼劲除外 它又有它的酱烧 吃起来就是外酥内软 然后苦瓜又不会说 很苦的那一种 就是整个搭配起来就是很清甜 然后有蔬菜的味道 面线我吃起来沟浅不会太多 平常外面的店家的话 通常是吃完都会很口干舌燥的 但这件事我发现是吃完是 完全觉得非常的顺口 那也不会有那种味素的感觉 石伯源从摄影师转行卖面线 从失败中慢慢学习做生意的门道 他打破旧思维研发出多款创意小吃 这道火烤牛舌面线还特别摆上烤炉 让客人自己烤增添趣味 对 它的吃到真的很特别 它是把牛舌来这边嘛 然后老板会给你那个烤锯 你就是把牛舌放在上面自己烤 牛舌吃起来很Q弹 很Q弹 不像外面有的牛舌吃起来就是硬硬的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老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的牛舌不会 用料霸气的浮夸面线 和深蒙海鲜卤肉饭 每一款都令人吃得津津有味 背后有石伯源对料理的用心 很多人也是说 你用那么贵的食材 卖那么贵的价格谁会吃 我们就是试看看 因为我们用好食材不怕被人逼 其实现在的人我怕贵 他怕品质不好 那我们相对的 我们就是把品质做到很稳定 石伯源在人生转换跑道时 放手一搏卖小吃 虽说需要调适心情从零开始 但他用拼劲和创意 料理出一道道澎湃的痛风早午餐 每一款滋味有他对自己的期许 还有想给客人的丰盛美味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天气越来越凉了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喝一碗 鱼汤暖暖味 在台北有一家鲜鱼汤专卖店 招牌的鲈鱼汤 不仅可以吃到一整尾的鲈鱼 鱼肉的口感很细嫩 几乎没有细刺 店家还特别用湿木鱼骨去熬汤头 让鱼汤喝起来更加鲜甜 店里还有野生海鱼 叫刺竹头 Q嫩的鱼皮配上是胶脂很丰厚的鱼肉 喝上一碗补充满满能量 现点建筑的鱼鱼汤 老板用料没在客气 一整尾鱼鱼霸占整个万工 看起来超霸气 是不少客人的营养早午餐 外面都会切款 但它是一整条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地饱足感 因为毕竟又是海鱼 所以又是新鲜 不会太油腻 它就是它比较清爽 所以我会觉得说 也是很适合早餐来喝一碗热汤 让自己也舒服 一早就为客人 补足满满元气的鱼鱼汤 滋味鲜美 是卖鱼汤十多年的老板 田庆辉对品质的要求 它的特色是清甜肉质Q弹 我现在的鱼鱼成本大概100的话 家庭煮过去菜市场买了大概150 或者到180 那你就知道差七八十块 因为大量进货压低成本 田庆辉的鱼鱼汤 售价才能平易近人 虽说价格实惠 但做法绝不打折 鱼汤要喝来先甜 秘诀就在汤底 一定选用湿木鱼骨和猪大骨熬住 炖汤因为因为湿木鱼骨 它不会有腥味 所有的鱼种里面湿木鱼骨 就最适合拿来做汤底的 猪大骨的话 第一个它香 而且选猪大骨的话 一定要带肉的地方 大量鱼骨和猪大骨 从清晨一直熬到早上 汤汁呈现金黄色 是胶质和鱼油释放出的浓醇色泽 另一头刚煮好的鱼鱼 淋上鲜美汤汁 一整碗鱼汤汤鲜味浓 肉大快 散发迷人鲜香 令人食指大豆 用料超实在的一整碗鱼鱼汤 撒上葱花 味道喷香喷香 一大块带皮鱼肉 吃起来Q嫩 含有满满的胶质 肉质鲜甜 没有细刺 适合大人小孩使用 鱼鱼就是它比较偏甜 肉质就是比较密 所以不会像野生的比较软Q 我觉得它的汤就是不会有那种海鲜的那种腥味 然后是还蛮清淡的 然后甜甜的这样子 喝鲜鱼汤搭配的小菜 有点菜率高的五味软丝 吃来Q软鲜脆 吃到的每一口都充满香浓海鲜气味 因为新鲜的东西 虽然就是我们单吃是好吃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多一点特色 或者是多一点蹦出一点新口感 新滋味的话 其实大一点那个 我会讲我觉得是非常复合的 客人一致认同的评价鲜鱼小吃 味道鲜美 背后有老板田清辉 东山再起的滋味 因为以前他在淡水开设婚宴会馆 投资上千万元 却因为土地问题遭法院拆除 最后却血本不归 房子也贷款 然后贷款的 将近一千多万将近两千万 非常沮丧 那时候我老爸被卖餐 被我骂 骂我骂餐 真的 我把我老爸给气死了 那时田清辉受到重重打击 但他没有因此放弃开餐厅的梦想 那个时候钱也没有 女朋友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像身边都 什么都 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 朋友也劝我们说 不见了没关系 我们再赚就有了 后来嘛想说自己也有一个手艺 然后就想说弄个仙与他 过个平静的日子